7月6日第24届台湾金居奖颁奖礼完美落幕 相信音乐公司艺人乱谈阿翔 白安 佳佳等人皆有入围 但最终却只保住了五月天的最佳音乐录像带奖 和阿翔的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两个奖项 即便如此公司依然大半清空宴 鼓舞事情 五月天马莎更现场讽刺阿信 为拿到最佳作词人奖来勉励两位师妹 真是典型的众色轻友 可是大家最看好的那个阿信的作词还是没有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气馁过这样 所以大家两位也不用气馁 要气馁的话前面有人会先怠掉 论他阿翔拿下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领奖时 一时机动进现场报复口 新空宴上阿翔面对媒体 无伦次的尴尬解释 只向众人道歉 因为想不出要讲什么 所以先那个 真情流入 对就稍微 后来我才想想到我怎么讲那个 没关系啦